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的就是 S1 Flip Classroom Exercise 6B 平面圖形 今次來到最後一部分 我們看看計算什麼 又是求下列角提中的X 其實跟之前的角色很相似 跟Part4的影片 不過今次的角色再不是一個單英文字簿代表的角色 可能我們用一個叫2X去代表一隻角 或者多項色代表另一隻角 看看如何計算 當然是先加多些角色 2X 再加 X加28度 再加 3X減76度 三隻角合起來都是2880度 3個內角 黃 好了,我們數一下幾隻X加上 2隻小豬 加1隻小豬 再加3隻小豬 加上加6隻小豬 好了,至於這個 28度 和欠人76度 你有28度 欠人76度當然是嚴重的 因為你還欠人48度 OK 那旁邊呢 就繼續有10度 然後呢 你左右手就再加多48度 那6X呢 就會等於228度 左右手除以6 那X呢 就會等於38度 第一條 搞定 有沒有搞錯? 第二條錢這麼多 好,看看第二條怎麼做 那就會是X 再加10度 再加3X 再加42度 等於180度 那就是說 加起來有4隻X 那就是加 這個10度 再加42度 那就是加52度 等於180度 OK 那左右手當然是減52度 那就是說 4X就會是 等於128度 左右手除以4 X呢 就等於32度 那我在大家順雷不及二的情況下 已經寫了三個型內角和 好了,最後一題 越來越淺 好了 X再加2X 再加60度 等於180度 三角形內角和 OK 一隻X加2隻 加起來就是3隻X OK 那就是左右手 減60度 3X就會等於120度 好 當然啦 左右手除以3 這樣 X就會等於40度 OK 那2A這條 看上去就是 好像比較難一點 不過你們不吃的 有我在這裡 我一定會搞你的 那首先 畫好一個三角形 第一個 那你看到版面上高 有一個藍色的三角形 我們叫這一個 就做 B角 而下面 還有一個三角形 我們就說 叫這一個 做 C角 細C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現在我們題目 很明顯 就要找到那個 未知數A 對不對 找到未知數A 大問題是 我這裡沒有一個完整的三角形 如果我選了藍色的一個 一個完整三角形 那我就有機會計到B 因為1 2 3 3 加上180度 算到B 一定算到C 因為B加C是78度 對不對 那如果有C的話 再看看D一個三角形 A的三角形 我們就畫了 我們就可以立即 透過第一 第二 就算第三 好 看看怎樣做 首先 就說 在三角形ABD 我們用一個 highlight pen 就 highlight 那個三角形 給大家看 三角形ABD 第一隻角B 第二隻角82度 再加第三隻角75度 加上三角度高 就是180度 OK 我們就可以很快 算到B 算到B 就是23度 OK 當然 你可以慢慢去看 和思考 這個23度 好 接著我們就想算到 C角是多少 留意多一次 B加C B加C 應該是等於78度 這個就不需要任何理由 因為 兩隻角合起來 就是78度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加數 現在我們知道 B就是23度 所以 C 只要左右手 減23度 我們就會得出C的答案 C當然是55度 好了 你看到我在畫面上 就顯示了 一個紅色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BCD 三角形BCD 三隻角加上 A加C C 就是55度 我不再寫一次 再加105度 就是180度 那就是很簡單 A 其實加160度 就會等於180度 左右手 減了160度 A就會是20度 也是計算了 大家 謝謝大家 好了 現在就輪到第B那條 OK 這裡有兩個三角形 又或者這樣 有兩個代數 自打一個計算 當然計算X 會容易計算 我們現在計算X OK 那就三隻角加上 因為80度 我們在三角形BCD 那裏做事 52度加90度 當然就是142度 OK 所以左右手減至142度 按X就會等於38度 然後我們看看 如何計算Y 我寧願這樣計算 有幾個方法 不過呢 我喜歡用這個方法計算 將來有一個很淺的方法 不過將來先教 叫三角形外角 明年中二才再講 現在就不講 那你們現在看到我 正在描述一個三角形 給你們看 那你們會看到 畫面上我描述了三角形A B C OK 那就是三隻角 就是67度 52度 還有X加Y度 那我也快寫了畫面上 那本來是X的位置 留意多一次 這個X加Y就是整個角 那當然也加 那大家也知道 X我們之前 剛剛計算是38度 那我就放38度 就是代替它 這樣呢 後面這兩隻角 加起來就是119度 119 等於180度 左右手減了157度 那當然剩下Y就是23度 那就算完了 Y的答案 X的答案 OK 下一條 看看C這條如何發揮 C這條看下去 兩個三角形交答 你會覺得很煩 不過我們就要細心一點走 用手指好像Mr.Sue現在找 看看有沒有一個三角形 是已經擁有了兩隻角 而有一個P的 OK 那我們就找到這個三角形了 那我就會立刻畫一幅簡圖 正所謂有圖有真相 OK 那一畫完之後 那我們現在就先選一隻角P 那就會是P加27度 再加122度 就會等於180度 三角形內角黃 即是P加149度 等於180度 左右手減149度 即是P是31度 寫得不能再寫過 好 好 那接著呢 計算這隻Q 其實有很多方法 我就選取了另一個想法 就是既然我有三角形A B E 我會先計算這隻所謂E角 為什麼呢 因為E和Q 配合平角 配合150度 那我找到E 我就有機會找到Q 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 E角再加53度 再加46度 就是180度 那大家計算下去 E就是81度 好了 那現在呢 埋尾了 那我們就會寫完最後 E角 即是Q角 即是81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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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上Q角 就會等於180度 OK 那我寫下 它是平角 OK E角加Q角 即是81度 加Q等於180度 那麼呢 Q呢 就會是左右手 減81度 即是99度 OK 那我們就計算完了 OK 那麼這個練習呢 我們都總結了 那我們就是計算一些較深的三角形 第一組的題目呢 就是說 我們呢 就不是用一個單一個代數去代表一隻角 我們可以用多韓式 甚至乎不用X 我們用2X去代表一隻角 OK 那麼 另一種呢 就是我們會有些重疊三角形的 那麼簡單一點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會 我們會 highlight了其中一個三角形 那麼 你就利用 螢光筆 又或者 甚至乎 我們會勾畫出那幅圖出來的 就將它由一個比較複雜的圖 勾了一幅小的圖 OK 那麼我們有時候 也都會甚至乎 利用一下平角的 即是一條直線上公 我計算了第一隻角 就會計算第二隻角的了 那麼多謝 大家收聽了 拜拜